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是有两盒合金零件的 这个数量确实是非常多了 除了两盒合金零件以外 还有这一次所提供的POM零件加上金色天线的特点 然后就是在这一盒沙拉比里边是提供了之前巴伯托斯大腿根部的合金零件的补件 但是说实话 这种操作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喜欢 有些捆绑的嫌疑 所以希望这个零件能在后续的巴伯托斯合金零件的套件里边出现 那么这一次的特点是提供了这种金色的天线 说实话 真的不喜欢 真的想不明白 为什么要提供金色的 在POM的板件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空位 但是这个各位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按照说明书上都是没有零件的 都是空的 所以这个并不是说缺零件所导致的 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合金部分 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合金本身都是这种大块的零件 分量感确实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整体来说也算是比较工整了 同时有部分的零件是已经是拼装完成了 比如手肘部分 上臂部分 大腿部分 所以在后续的拼装流程上可能会省事不少 同时这些关键部分都是采取了齿轮关键的应用 所以在把玩上面会听到咔咔的声音 而且这个把持力也算是已经够用了 那么合金零件我们就先看到这里 现在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木型配大班卡曼沙拉比 是一个什么样的素质表现 以及这一款合金零件的修夹建议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制作 这一款合金改件所有的部分 我们就已经全部的制作完成了 那么这里边给各位放几张 我在制作过程中是留存的一些图片 可以看到在整个胸部 腿部 跨部 这些部分的合金量还是非常的多的 那么当时手臂是没拼的 所以说这里边也是没有保存 那么除此以外在胸部位置 其实最可惜的那就是 这些部分是没有采取任何的合金零件的 仅仅是在这里边是采取了一个PUM的强化零件 在拼完了以后 全身的重量感是来到了1064克 这个重量可以说呢 进去两斤多的高大方形了 在整体的结构方面 虽然说玩家所勾名最大的跨部球莹关节 是没有进行太大的修改的 但是在身高方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整个大腿部分以及腰部 是应该是进行了一个所谓的延长 拿出大班的彩头沙拉比 就会明显的感觉到 这一款上了合金骨架以后的沙拉比 相对来说会高上那么一点点 当然了这个差别也并不是特别的大 而且这里边还是要提一嘴 由于大班普通的沙拉比 这一次拿回来以后 我感觉整款模型的质量 真的是一个直线的下降 并不是特别适合各位玩家现在去购买 那么前面这些东西我们都说完了 上下时间我们来细说一下 这一款模型所提供的一个合金零件的部分了 那么在整个胸部 其实需要修件的部分确实是非常多的 包括所有的外甲以及所有的卡损 由于本身第二场就是按照万代沙拉比 进行一个模具开模的 大班的沙拉比和万代的沙拉比 又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所以用大班沙拉比去进行制作 基本上这些位置都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干涉 所以就需要各位玩家 针对于内部的卡损全部进行消除 然后用胶水进行加工 这个我们一会再来说 同时因为合金骨架加入加上POM零件的加入 整个腰部还带有一段轻微的可动了 原本卡板沙拉比拼完以后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可动的 但是你当把这些零件全部装完以后 因为阻力感加上一些可能零件的厚度进行一定的更改 在腰部中间是有一个空隙 那么这个空隙加上POM零件和合金零件所带来的阻力感 就会带来了卡板沙拉比一个比较不错的腰部可动幅度 这个设计以及这个更改相对来说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手臂部分的合金零件 刚才我们也说了 主要是集中在了上臂这里 以及手肘这里 加上后方的压杆呢 这些部分都是采取了一个合金零件的 整体的观感以及效果上确实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同时之前卡板沙拉比胸部 两侧引出关节容易脱松脱的情况 这个地方也是进行了一个修整的 那么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地方的阻力感 以及整体的活动手感确实是比较好的 再来就是在沙拉比的合金骨架一些活动关节上 所采取了大量的齿轮关节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虽然说没有听到那种咔咔的声音 但是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在每一次活动都是有一个齿轮关节的停顿感 这个地方的活动手感也是比较不错的 在手找活动的时候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些部分的联动 以及整个在活动过程中 合金零件的引出 这些部分做的也是比较顺畅的 整个跨步就是以两块大型的合金零件 加上中间是采取了一个POM零件 以及上方也是采取了这么一个POM零件 但是在拼装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后方的零件虽然说也是提供了 但是在活动的过程中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后裙甲上方的卡榫 与这个POM零件不是特别的匹配 当然了 这个也可能是因为大般零件精度的问题 在跨步这里面呢 引出关节也是带我吃 练习骤的零件 练习机能 接募 练习机能 接募 练习机能 放入 晟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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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二场合金零件的问题就已经处理完了 剩下的最后都是大班本身自带的零件了 首先就是Q6这个零件啊 因为本身这个地方 两个合金零件主要完以后 需要把它按进去 其实你要直接怼的话呢 会很难怼 所以这个地方我个人建议 用拼头螺丝刀给这边翘一点 然后再把它怼进去 最后再把它摁回去 然后就是K11和K12这两个零件了 这两个大腿零件呢 其实最后拼完以后 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个缝隙 我个人的建议呢 是针对于内部的卡索 给它削掉一部分 然后我们再给它拼装上去 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再来就是腿部的外甲了 首先我们需要把K5这个零件 两条腿都一样 先安装这个K5零件 同时K5零件下方的这个卡索 给它削掉 只留下中间的卡索 用于固定就可以 安装完以后 也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 这个零件安装完以后 我们再去进行小腿的外甲安装 首先针对于外甲部分 Q17这个零件 我个人建议是先装 然后我们再安装G4和G14 这两个零件 先把它怼进去以后呢 这两个零件安装 就会比较轻松了 再来就是针对于G19 这个部分的注金卡索 是需要去进行一定的处理的 给它斜斜就好了 腿部另一侧的零件 也是同样的安装方式 Q17先装 然后再装G12和G9 甚至的问题 首先P26这个零件 是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的 P24需要用胶水进行加固 亚料罐的这几个部分 我个人建议是先扩孔 然后也用胶水进行加固 这样的话 拼起来的效果会好一些 再来就是亚料罐上方的球形罐集 在安装的时候呢 和PZE2的鞋接并不是特别好 非常松 这个地方我个人建议 用502给它进行一个增厚处理 除此以外 这一款模型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了 至于剩下的武器部分 也都是一个常规的素质表现 那么说回到这一款 第二场合金骨架 其实我个人感觉的 整体的分量 以及它的关节提供 确实也能为沙扎比 提供一个比较不错的帮助 再来就是针对于 这一款合金骨架 配大班卡莎的 这么一个问题了 其实还是那句话 本身合金零件 各位要注意 是按照万代的精度 去进行制作的 拼万代可能会顺长一些 但是有部分 也是存在紧的问题 但是肯定要比拼大班 要来的好 本身 这个时候各位还要明白一点 大班是翻模产品 翻模产品和原本产品 是有精度无差的 既然你选择了大班 那么前期条件 你就一定要明白 你是要百分之百的 去进行大量的修件的 本身拼万代 配合金骨架 都需要一定的修件 配大班 那就更不用说了 本期的细节 我们分享到这里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对于这一款 合金骨架的 看法就是 整体的素质 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像大队部分 以及其他的部分 关键确实比较紧 单论合金骨架 这些部分 在拼装过程中 确实是造成了 一个比较巨大的影响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大班是大比 配这款模型 必须进行一个 大量的修件 这个还需要各位 谨慎购买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